这里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 村民主要靠打猎和捕鱼为生 去年他们度过了一个糟糕的赛季 由于降雪量不足 他们的皮毛收益非常惨淡 而有的家庭 就连过冬需要的驼鹿肉都严重不足 好在冬去春来 他们艰难地度过了黑暗日 光明重新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塔纳那村的居民陆续出来查看 还剩下多少物资 结果发现情况不容乐观 此时是1月下旬 气温依然在零下20度 斯坦又老了1岁 如今他已是63岁的高龄了 可他的内心依然充满了雄心壮志 他想诱补更多的皮毛 于是一大早 他就出门了 想要重置空闲了一个多月的陷阱 由于山路陡峭一场 花费了一个多小时 他才抵达了10英里之外的陷阱线 但眼前的一幕 让他的心瞬间跌入谷底 原来地上的捕兽家 已经被鸡血埋在了底下 斯坦把他挖出来 重新布置了一下 虽然花费的时间不是很多 但这样的陷阱还有上百个 想要挨个重置 帕特养了38只雪橇犬 经过冬天的消耗 如今的狗粮 几乎快要见底了 帕特想让女儿帮忙 制作一个补鱼器 但考特尼以怀孕为由 拒绝了这个请求 这令帕特有些不满 现在的年轻人太矫情了 他的妻子 曾在生孩子的头一周 还在坚持工作 虽然心有不满 但帕特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只能另想办法了 而雪橇犬们坐立不安的状态 引起了他的注意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是暴风雪来临之前的预警 他回到屋里 打开了收音机 里面果然在提示天气情况 有一场七级风暴 正以时速30英里 从方千矿的中心向北移动 预计5个小时 就能抵达塔纳纳村 而斯坦正处在两者之间 幸好他的儿子乔伊 也听到了天气预报 因为担心父亲的安危 他骑着雪地车出发了 雪地车的速度是雪橇队的5倍 相信很快就能找到父亲 而此时的斯坦 已经注意到了天气的变化 风比刚来的时候猛烈了很多 雪橇犬都冻得有些瑟瑟发抖 他明白 南方吹来的风 必然是暴风雪的前奏 但由于工作还没有完成 所以斯坦没有急着回家 可他不知道的是 风暴突然加速了 当乔伊找到父亲的时候 风暴的前沿已经抵达了这里 天空开始飘起了鹅毛大雪 小狗们都无精打采 懒洋洋地躺在地上 乔伊建议父亲 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 前往附近的林中避难所 这些年来 村民们在树林里 搭建了几个生存小屋 用来应对紧急情况 可是人越老越固执 斯坦并不想去避难所 他只想抓紧时间 把陷阱都安排妥当 在阿拉斯加 如果总是做最安全的事情 那将会一世无常 所以适当的冒险 是非常有必要的 看到父亲心意已决 乔伊只能暗叹一生 真是个疯老头 此时的暴风雪 距离塔纳纳村 还有十英里 帕克和托马斯 正在搭建一个补鱼器 这是一种古老的技术 在过去的时代 当地人依靠他来补 后来有了鱼轮车以后 他才被慢慢地淘汰 但是去年夏天 帕克的鱼轮车 并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鲑鱼 如今这些鱼已经吃完了 而夏季的到来还有几个月 所以帕克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捕鱼器上 可奔手奔脚的儿子 总是不能按照他的想法来操作 严重拖慢了工程进度 同时天气开始变得恶化 额毛大雪在狂风的引导下 仿佛不要钱一般的降落 逼得两人只能暂停工作 而位于风暴中心的斯坦 彻底陷入了世界末日一般的场景里 他驱赶着雪橇拳 努力地往家返 可狂风呼啸 雪花无情地打在脸上 令人格外地难受 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前方 想要回家 就需要翻越800英尺高的山峰 这对雪橇拳是巨大的磨难 为了他们的安全 斯坦不能再冒险前进了 同时他非常的后悔 应该早点听儿子的话 现在他只能改道 前往林中小屋了 不过这条路线也并非轻松 狂风使雪敲拳的体力 成倍的消耗 斯坦心急如焚 如果不能抵达林中小屋 他们今晚都得冻死在野外 也许是他的祈祷起到了作用 在天黑之前 他终于顺利地抵达了避难所 但危机并没有解除 今晚一定会大幅度地降温 所以生火是关键 按照不成文的规定 上一个旅行者 必须要留下柴火 得亏是这样 斯坦才能不费吹灰之力地 将炉子点燃 接着他拿出一些鱼杆 给今天的工臣们 可就在这时 里面瞬间冒出一股烟雾 原来是炉管掉了下来 使烟没办法吹到屋顶 幸亏发现了及时 要不然就酿成大祸了 等烟雾变淡后 斯坦重新进入屋里 找到一个备用的材料 将它改装 做成了一个接口 然后重新连接了炉管 这下烟雾可以正常排到屋外 忙碌了一天 斯坦早已筋疲力尽 很快他就沉沉地睡去了 斯坦遭遇了一场大风暴 差点被困死在荒野里 得亏雪敲犬的拼搏 他才能顺利地找到了避难所 第二天 风暴已经停止 乔伊第一时间赶到了父亲的住宅 发现院子里并没有雪敲犬 看来父亲整晚未归 这不禁让乔伊担心不已 虽然雪停了 但村外的道路依然很糟糕 不过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只希望父亲还活着 可直到上路了 他才意识到 山路是如此的难行 唯有心中的牵挂 给了他充足的动力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到父亲 在塔纳纳村 查理正在包最后一只海狸的皮 虽然他手持戾气 但心中怀着感恩之心 因为查理一家 就是靠吃海狸肉 才度过了一个多月的黑暗日 一只海狸可以提供二三十斤的肉 如今库存里 只剩下最后一只海狸了 幸好现在暴风雪已经过去 查理需要尽快补充库存 此时儿子鲍伯进来 他已经年满21岁 面临着每个村民都要做的艰难选择 要么离开荒野 到城市里找一份工作 要么继承祖业 继续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方式 虽然查理希望儿子 可以跟随他的脚步 但他会尊重鲍伯的选择 而鲍伯没有让他失望 他选择了猎人的这条路线 兴高采烈的查理 当场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 那就是去抓捕一些海狸 查理的家族 有一条长达五英里的祖传纹路 他始于玉空河 距离村庄只有几英里远 但即使是这样 路途上依然是充满了困难 雪地车陷入了雪坑里 鲍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也没能让雪地车移动分毫 于是他拿出一把铁锹 铲掉了一些鸡血 然后再次启动车辆 通过左右摇摆的方式 他成功让雪地车逃出了困境 与此同时 在村庄下游一英里半的地方 帕特也在处理暴风雪的渔锅 他已经制作了一个补鱼器 是时候把它放入河里 等把鸡血清理干净后 还要面对厚重的冰层 托马斯启动了油锯 开始切割起来 诀窍就是要保留底部的一层冰 等扣出一个长方形后 再打破冰层 这样才能放入骨鱼器 经过一番操作 一个长方形的冰坑 正在逐渐成形 帕特嘱咐儿子要小心一点 可托马斯的满汉属性出发 他一意孤行 结果把油锯给弄坏了 气得帕特咆哮连连 这儿子真不像自己亲生的 一点都没有继承他的睿智 事到如今 他们只能用另一件装备了 冰钻通常是用来在盒里钻身洞的 他的精准度不高 有可能会让这个计划落空 托马斯小心翼翼地操作 可担心的事情 终究还是发生了 冰钻打破了冰层 河水瞬间上涨 直接填满了整个空间 几人面色凝重 只能无奈地接受现状 每个人都拿起一个凿子 通过蛮力 一点点地敲碎剩下的冰层 这样花费的时间 将是邮居的十倍 就在几人忙碌的时候 鲍勃早已抵达了目的地 并凿出来两个冰洞 可这仅仅只是开始 因为他需要设置18个海力陷阱 由于冰层太厚 凿洞消耗了他很多体力 现在他感觉累坏了 结果一不留神 冰凿从手中滑落 直接掉入了冰窟窿里 这下鲍勃傻眼 因为塔纳那村没有五金垫 所以冰凿是非常珍贵的物体 尝试了半天 他根本没办法把冰凿捞出来 现在只能回去求救爸爸 另一边 乔一已经深入荒野七英里 可雪地上根本找不到父亲的踪迹 距离斯坦的失踪 已经24个小时了 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 终于看到远处有父亲的身影 双方会合后 乔一询问了父亲的情况 听他讲述了昨天的立场 既然已经解除了危机 乔一选择了先行回家 雪橇队则跟在身后 慢慢地前进 鲍勃回到了塔纳那村 告诉了父亲 丢失冰凿的事情 两人重新来到河面上 查理用铁橇试图把冰凿弄出来 可惜他也失败了 事到如今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尝试了 那就是让儿子 赤身裸体地进入水中 不过人体会在低温下 几分钟内死亡 为了避免失去儿子 他们在旁边生了一堆火 然后在查理的催促下 鲍勃不情不愿地脱光了上衣 接着一头扎入了冰窟窿里 男子脱光了上衣 一头扎入了冰冷的河水中 他在扭力地摸索着什么 旁边则站着他的父亲 可惜一番摸索后 什么都没有抓到 反而被动地瑟瑟发抖 原来鲍勃丢失了一件冰枣 查理催促他再来一次 于是鲍勃勇猛地扎了进去 这次他坚持的时间更久 而带来的结果 就是他找到了冰枣 为了预防低温症 他需要及时取暖了 等穿戴整齐后 他来到火堆旁 一边取暖 一边埋怨父亲 实在是太狠了 他不禁开始怀疑 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他有点想离开塔纳纳村了 另一边 帕特一行人 已经凿开了一个冰洞 是时候把捕鱼器塞入其中了 此时距离天黑 只有两个小时 他们需要加快速度了 可惜捕鱼器的福利太大 根本塞不进去 在过去的时代 渔民使用的是铁丝网 他的福利很小 而帕特采用的是轻质的木头 没想到福利超乎了想象 这样的结果很令人沮丧 现在唯一能补救的办法 是往里面添加一些重量 托马斯驱车赶了回去 一小时后 两人抬山山来迟 带来了一些铁块 这是他们今天的最后机会 如果还是不行 就只能把捕鱼器带回去 明天再来凿兵了 他们陆续往捕鱼器里 扔进去300斤的铁 他才慢慢地沉到了河底 捕鱼器会在这里 浸泡一个星期 之后才会被他们给捞起来 第二天 回到家里的斯坦 给雪敲犬门休息的时间 他骑着雪地车 出去检查陷阱 刚行进到村庄的边缘 他就停了下来 原来雪地上有一些狼脚印 这可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意味着 村民会时刻处在狼的威胁当中 而狼又一场的狡猾 想要狩猎他们难如登天 所以人与狼的战斗 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时光如梭 很快一周时间过去了 帕特期盼很久的捕鱼器 终于可以打捞了 他们重新凿开冰层 再把冰茬子去掉 然后立起来一个三脚架 准备使用滑轮系统 因为捕鱼器加上里面的铁块 最起码有400斤重 想靠人力拉动根本不可能 等准备妥当后 帕特启动了雪地车 通过他来提供动力 只见捕鱼器正在缓缓地浮出水面 随着阻力的减少 他也以极快的速度 冲出了河面 怀着期待的心情 几人打开了龙门 里面却只有一条大鱼 这结果很令人失望 帕特养了38只雪橇犬 现在食物匮乏 仅靠一条鱼 什么都做不了 看来这个方法不可行 他得另想一个出路了 4日早上 小狗们集体发出了饥饿的肺叫声 食物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 托马斯今天准备去弄几只海狸 可问题是 他们家没有固定的捕猎点 早期的阿萨巴斯坎波洛 会是死保护自己的地盘 并且将领地代代相传自己的后代 这使得新的领域很难被找到 要说村庄里 拥有最好领地的家族 是查理家 他是第四代猎人 所以想要抓捕海狸 托马斯只能求助查理 听了他的叙述 查理准备把于西那一片的领地 暂借给托马斯 那里他有两三年没去了 可能会有收获 回到家 带上一些装备 托马斯和妹妹考特尼一起出发了 考特尼已经怀孕三个月 对于美食的需求很大 他很想吃海狸的尾巴 这可是一道有名的菜品 鱼西位于村庄十英里外 是查理线路的最远端 路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海狸窝 里面应该住着很多只海狸 可惜这里并不是查理交给他们的位置 所以两人在眼馋之余 只能继续前进 行进了五英里之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但托马斯瞬间傻眼了 原来这里的海狸窝 小得有点可怜 他意识到了 查理这是把最不好的地段交给了他 但规则就是规则 他只能接受 两人用螺旋转打出一个冰洞 但这里的冰层太厚了 不适合布置陷阱 考特尼提议 不如去刚才的那个海狸城堡吧 在妹妹的怂恿下 两人朝着刚才的海狸水坝前进了 但这种行为违反了不成文的规定 双方可能会爆发冲突 但托马斯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他需要照顾雪橇犬 两人很快就凿出来一个冰洞 再由他扩散到四周 最后挖出来一个长方形的坑洞 然后托马斯找来一棵白花树 布置了一个海狸陷阱 最后再用树枝铺在上面 遮盖这个陷阱 这是查理最常用的方式 他们要伪装这里 使别人误以为 这就是查理设置的陷阱 第二天早上 查理正在等待儿子鲍伯 抓捕海狸是他们家最重要的事情 他希望儿子可以继承一波 但鲍伯想料挑子了 因为上周他弄丢了枣子 被父亲逼着下水去找 因此让他怀恨在心 叛逆的儿子 今天直接罢工了 既然儿子指望不上 他就只能拜托女儿了 他有三个女儿 最大的47岁的特尼莎 他就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两人驱车出发了 与此同时 托马斯和考顿尼 过来检查陷阱 他们要在查理发现之前 抓紧离开这里 可惜心术不正的人 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海狸是出现了 但并没有被套住 不过他们设置了好几个陷阱 在挨个查看之下 终于有了收获 一只肥瘦的海狸 被他们拉出了水面 考特尼兴奋异常 不仅狗有了吃的 他也能品尝海狸的尾巴了 因为一个水坝 往往生活着十多只海狸 因此托马斯想再多抓几只 所以他重新设置了陷阱 然后逃之夭夭 两人从河里 捞出来一只海狸 考特尼兴奋异常 因为他可以品尝 美味的海狸尾巴了 但两人的行为 违反了不成文的规定 这里可是猎人查理的地盘 一旦被发现 后果将会非常的严重 今天儿子鲍伯依然是罢工状态 幸好女儿很上进 他敲开冰层后 试图将陷阱抬起来 可惜他真的太重了 特尼莎失败了 现在只能由查理亲自出马 他摸索了一番后 将一只海狸给拽了出来 今天的第一个陷阱 就带来了收获 这让查理相当的欣慰 两人继续出发 检查其余的陷阱 特尼莎主动包揽破冰的工作 这积极的态度很令人满意 而这个陷阱也带来了回报 里面抓住了一只海狸 连续的收获 使两人的情绪达到了底峰 特尼莎银银般的笑容 不断地回荡在荒野中 可惜有一件事情 打破了查理的好心情 只见雪地上 有一行雪地车的轨迹 查理大惊失色 因为这并不是他的雪地车 同时印记前进的方向 仍然属于他的领地 在每年这个时候 村民一般不会来到他的地盘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而现在有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可能正在偷取他的猎物 想到这一点 查理怒火中烧 他要去会议会这些人 在五英里之外 托马斯和考特尼正在检查陷阱 昨天他们收获了一只海狸 怀着期待的心情 今天他们又来了 而陷阱没有让他们失望 里面竟然又套住了一只海狸 兴奋的考特尼 黑黑直笑 但好景不长 托马斯听到了雪地车的轰鸣声 在两人紧张的注视下 查理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接近 这下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面面相去地等待查理的问责 面对咄咄逼人的查理 心虚的托马斯冷汗直流 他已经紧张地说不出话 早就没有了最开始的嚣张气焰 他语无伦次地解释 因为于西那里没有海狸 他才出此下策 希望查理不要生气 也不要去村里宣传 因为查理在村庄里特别有威望 如果他传开了这件事情 托马斯一家将很难在村庄里立足 而他们家的雪橇犬生意 也只能夭折了 因为诚信是当地人最看重的品质 由于大家都是熟人 查理决定网开一面 但这只海狸必须得没收 托马斯和考特尼 灰溜溜地返回村庄 但在离家一英里处 他们遇到了真正的麻烦 原来地上有一只死去的山猫 山猫本是凶残的掠食者 如今却被别的生物杀死了 这里明显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托马斯找到了一些狼毛 同时地上残留了很多狼脚印 看来狼成为了胜利者 但这也意味着 有一只鸡肠碌碌的狼群 正在村庄附近游荡 他们时刻威胁着小孩 和雪敲犬的安危 与此同时 查理也发现了一个麻烦的事情 他注意到 陷阱附近出现了一些动物的脚印 通过分辨 他确定这是一只水塔 水塔的主食是鱼 但海狸也是他们的食物之一 而且水塔还会挖洞 可以直接跑到海狸的窝里 饱餐一顿 这对查理的诱骨事业 将是极大的打击 他在附近找到了水塔的粪便 里面有鱼骨头 说明主食还是黑鱼 但其中还夹带着海狸的零件 说明他确实吃过一只海狸 现在查理必须要找到这只水塔了 傍晚时刻 回到家里的考特尼 煮了一条海狸的尾巴 这是他期待很久的美食 同时他邀请了查理过来 希望作为陪礼道歉的礼物 海狸的尾巴相当的美味 两人愉快地享受了晚餐 查理表示原谅了他们 但绝无下次 如果他们再敢破坏规则 那他一定不会客气的 毕竟规矩就是规矩 这件事情算是翻篇了 考特尼提到 村庄外面发现狼群的事情 查理身为村庄里最优秀的猎人 他必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会想办法对付狼群 每年冬天 斯坦都是通过钻兵的方式来取水 可由于天气太冷 螺旋钻被动坏了 所以他只能拿出枣子 用力地挥舞 蛮力出奇迹 在一阵疯狂输出后 他成功凿出来一个冰冻 然后将一个软管插入其中 通过水泵来抽水 等他回家 塔纳纳村了 恰克是他最年幼的弟弟 比他小了整整15岁 两人已有多年未见 而恰克一直想体验 哥哥的生活方式 所以今天他来了 为了迎接弟弟的到来 斯坦决定把破旧的雪地车 修理一下 等完事后 他赶往的机场 塔纳纳村的机场 非常的简陋 只有一个长两百码的跑道 那里有一架六座飞机 每周会降落几次 时间不长 恰克走了过来 兄弟俩终于见面了 看到哥哥变得如此的苍老 恰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四日清晨 荒野生存的体验课正式开始了 斯坦让恰克自己启动雪地车 这一点至关重要 万一两人在野外走散 恰克最起码要有 驾驭雪地车的本领 听完哥哥的讲解 恰克已经了然于胸 虽然他是第一次接触雪地车 但驾驭起来游刃有余 跟在哥哥的身后 两人前往了又不点 不过在行进途中 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恰克翻车了 由于这里的积雪太厚 缺乏经验的他 并不能很好地控制雪地车 幸好人没有受伤 两人继续前进 四个小时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地方 这里是50个陷阱中的第一个 可惜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 斯坦决定重置这个陷阱 他小心翼翼地操作 想要找到埋藏在雪下的捕兽家 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稍不留神 就有可能会受伤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犯错的概率也会越来越高 恰克满脸担心地看着这一幕 生怕哥哥发生了意外 这种原始的生活 令他好奇的同时充满了担忧 两人继续前进 准备进一步体验猎人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太阳渐渐落山 接着又是新的一天 恰克的拜访要结束了 在临走之前 他有一些心里话 想对哥哥说 这里虽然美丽 但充满了危险 希望哥哥可以退休 并前往波士顿生活 斯坦虽然很想念城里的亲戚 可这里也是他的家 并且倾注了他半生的心血 他的灵魂 也早已和这片大地产生了共鸣 所以他不会离开这里 恰克在惋惜之余 尊重了哥哥的决定 最后他乘着飞机离开了 斯坦目送他离去 眼神里充满了不舍 几天后 塔纳那村迎来了 年度最重要的活动 那就是一年一度的 狗拉雪橇比赛 这是自1934年以来 延续至今的传统 参与者会从 四面八方的村庄汇聚于此 争夺比赛的冠军 以此证明他们犬舍的价值 而最顶尖的狗 售价高达1200美元一只 帕特一家试纯正的摩尔人 养狗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身为专业户 他们统治了这项比赛很多年 因此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饲养员 如今帕特已经老了 但他的儿子托马斯和女儿考特尼 依然是此中的佼佼者 可今年的比赛会有一些波折 因为村庄里的另一户家庭 詹姆斯准备挑战他们的地位 如果能够抢夺比赛的第一名 他就有望分时帕特的雪橇选市场 而他选择的时机也是非常的精准 因为考特尼怀孕四个月了 今年无法以最佳状态出战 现在距离比赛的到来 还有两天时间 双方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同时各地来的观众 正在逐渐地填满整个村庄 欢声笑语不断地回荡 使村庄变得热闹悲凡 但以查理为首的猎人 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再过去的几周 有一只狼群游荡在村庄附近 为了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 查理决心给狼群一个当头大棒 他寻找狼群的痕迹 发现情况不容乐观 这里的脚印到处都是 查理数了一下 确定这是一只大型的狼群 成员最起码超过了20只 就在这时 一声可怕的狼嚎声从远处传来 查理判断出 狼群的首领 是一只体重达到150斤的大灰狼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实 他很担心村里游客的安危 现在他要回去搬救兵了 为了拿下狗拉雪敲比赛的冠军 詹姆斯全力以赴 而小狗也仿佛意识到了使命 他们训练的时候无比的认真 就算有一只小狗摔倒在地 他们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拖着他全速前进 疼的小狗嗷嗷直叫 詹姆斯停下来 将这只泪滩的小狗 抱到雪橇上 然后队伍继续前进 距离比赛还剩两天时间 而他已经迫不及待 与此同时 查理回到了村庄 并找到了斯坦父子 准备组建一个猎狼小队 听到狼的数量可能有30只 其余几人瞬间色变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但想到村庄里到处游玩的孩童 他们明白 这场战斗无法避免 几百年来 当地人一直在与狼作战 并把猎狼作为成人里 只有完成这一壮举的年轻人 才能被人看作是一位真正的猎人 而乔一追杀了两年 可惜迟迟没有猎到狼 因此他迫切的希望 今年可以打破魔咒 以此获得村里人的尊重 几人研究了战术 最理想的成果 是杀死狼群的首领 他们自然就会退去 为了提高成功率 几人要分开行动 准备妥当后 他们面色凝重地出发了 因为这意味着 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三十只狼 而猎人与猎物的身份 可能会随时更换 但为了比赛的顺利进行 他们必须得铸造一道安全的防线 擅长诱补的斯坦父子 准备从陷阱处下手 他们用腐烂的驼鹿肉作为诱饵 再把捕兽家埋藏在雪下 等待猎物的主动上钩 而查理父子 准备采用传统的狩猎方式 那就是直面灰狼 他们分开寻找狼的踪迹 很快鲍博就有了发现 这是一具驼鹿的尸体 狼群分而食之 从尸体的情况来看 杀戮事件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前 而此地距离村庄 仅有四英里远 狼群越来越胆大妄围了 因为驼鹿没有吃完 狼群还会回来的 所以鲍博决定 在这里设置陷阱 他在狼的轨道上 布置了一个圈套 一旦套住狼的脖子 套锁就会锁紧 最后达到窒息而亡的效果 完事后 鲍博继续巡逻起来 现在镜头重新回到村庄 距离比赛的开始 还剩下24个小时 帕特一家 又到了训练血敲犬的时间 这也是赛前的最后一场训练课 可考特尼迟迟没有出现 于是托马斯过去找他 等房门打开 满脸疲惫的考特尼开口了 他说今天的状态不佳 不想去训练了 希望哥哥能够帮忙 托马斯很无奈 但他也无法要求 怀孕的妹妹付出太多 可这必然会影响到训练的进程 为明天的比赛埋下了伏笔 另一边 查理正沿着玉空河岸 追踪狼群的足迹 每隔一段距离 他就会停下来 瞪大眼睛观察 希望能发现狼群的身影 可惜诺大的荒野里 想要找到这些生灵谈何容易 而寒风开始呼啸起来 使查理的心情越发的失落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 远处站着一个生物 正是他心心念念的狼 他立刻端起了枪 但发现距离超过了射程范围 于是他乘着雪地车追了上去 而狼已经感知到了危险 开始冲着树林里逃跑 虽然雪地车的速度更快 但狼快要进入树林里了 眼看机会就要消失 这下查理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他瞄准了两三秒后 果断地开枪了 幸好他的枪法高超绝轮 竟然做到了一击毙命 等确定狼无法站起来后 他才走了过去 直到这一刻 他才感觉到 心脏正在砰砰直跳 抚摸着柔顺的狼毛 查理感慨万千 虽然是敌对关系 但他非常尊重狼 因为狼身上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不知道这只狼为啥落单了 但狼群里少了一只狼 相信很快他们就会得到反馈 也许能起到警示的作用 此时距离比赛的开始 只剩下十个小时 遛完狗的托马斯 来到了竞争对手的家里 打探一下詹姆斯的情况 并顺便给其制造紧张的情绪 做好了准备 明天将和托马斯一较高下 双方在欢声笑语中定下了战书 在村庄的边缘地带 乔伊过去检查陷阱 希望能解决掉村里的麻烦 刚到地方 他就看到了雪地上 有一些狼脚印 通过大小的判断 他的主人 体重应该超过了150斤 这是一只成熟的灰狼 他折断了陷阱 然后跑掉了 这让乔伊惋惜不已 他差一点就抓到了一只狼 可惜遇到的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为了针对这一情况 乔伊决定在一套陷阱里 布置两个捕兽家 说不定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很快夜幕降临 一夜无话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阿拉斯加内陆 所有的雪橇队伍已经集结完毕 精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查理打死了一只灰狼 给了狼群一次强有力的警告 在他的护卫之下 狗拉雪橇的比赛正式开始了 首先进行的是女子组的比赛 每位参赛者 需要跑12英里的环形赛道 每隔1分的赛程 会计时一次 最后用时最少的选手是冠军 而作为比赛的头号种子 考特尼是最后一位出场 在过去的三年里 他已经缠连了三连冠 今年他也是势在必得 因为比赛的成绩 将决定狗舍的价值 虽然考特尼信心十足 帕特却有些担心起来 因为女儿怀孕四个月了 精神状态不适合比赛 现在终于轮到考特尼出场了 在倒计时下 雪橇队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 瞬间冲了出去 不愧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每一只狗都是状态饱满的 再配合考特尼的完美指挥 队伍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前进 在众人的注视下 考特尼经过了第一个分界点 成绩比目前的第一名 快了几乎两分钟 如果不出意外 冠军必将是他的囊中之物 帕特和托马斯 欣慰地看着这一幕 就在众人期待冠军的时候 考特尼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是有一只狗的腿 越过了线 如果不纠正过来 队伍就会散架 所以考特尼只能暂停下来 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失误 这种狗称为摇摆狗 要在平时的训练中 将他踢出队伍才行 而昨天托马斯 很明显没有做到这一点 剩下的路程 考特尼全速前进 可经过这么一耽误 他用时57分05秒 只拿到了第二名的成绩 这让他很不爽 忍不住埋怨起哥哥 并且怒气冲冲地回家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 距离男子组的比赛 还剩下一个小时 猎狼小队进入了全面警戒状态 他们正在追踪狼群的踪迹 斯坦的陷阱 就设置在村庄的边界 可惜没有骗到灰狼 他们比想象中还要狡猾 而对付聪明的对手 就要不停地变换策略 于是斯坦重置了这里的陷阱 然后去检查下一处地方 在村庄的另一侧 鲍勃检查了他最有希望的陷阱 可惜里面并没有带来惊喜 而年轻人迫切地想要狩猎一只狼 他继续巡逻起来 回到比赛现场 已经有选手上场了 这是一位竞敌 最后交出了57分的好成绩 由于昨天考特尼只拿到了第二名 要想保住犬舍第一名的总成绩 托马斯就必须得赢才行 因此他的压力很大 现在终于轮到他出场了 这次挑选的狗 是犬舍里最优秀的一批 他们个个都是以一敌百的好狗 奔跑起来那是相当的勇猛 就连竞争对手詹努斯 都有些面面相许 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 但丝毫没有影响全队的发挥 最后托马斯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抵达了终点线 暂居比赛的第一名 全家都很高兴 但比赛还没有结束 詹姆斯是最后出场的选手 与此同时 乔伊依然活跃在村庄之外 他要努力保证选手们的安全 目前狼群的首领 仍然逍遥法外 而且他们还把第一个陷阱的诱饵 给偷吃了 这令乔伊很生气 这些狡猾的狼 总是戏耍他 重置了这个陷阱后 他继续出发 很快就抵达了第二处地方 结果他眉头紧锁 树丛里隐约有什么东西 乔伊不敢大意 他端着枪缓缓地走了过去 离近了才看清 这竟然是一只大灰狼 突如其来的一幕 反而让他呆若目击 紧接着是一股巨大的惊喜 充斥在心间 他不知不觉地走上前 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猎物 确定灰狼已经死了 乔伊才敢放心地靠近 一边抚摸 一边发出赞叹的声音 期待了几年的场景 今天终于实现了 乔伊尽情地享受 这美妙的时刻 而且他抓住的还是狼王 相信经此一役 狼群必然会四散逃跑 困扰村庄的问题 也将会迎刃而解 乔伊艰难地抱起狼王 踏上了反常 在塔纳纳村 终于轮到詹姆斯上场了 他明白 想要击败托马斯很有难度 可带来的回报是具大的 因此他愿意全力以赴 可能是感受到了主人激昂的斗志 雪橇犬们也是跃跃欲势 随着一声令下 他们犹如下山的猛虎一般 疯狂地冲了出去 这矫健的步伐 极大的提升了雪橇队的速度 以至于到达第一个监测点的时候 詹姆斯的时间 竟然比托马斯还快了40秒 他有望拿下比赛的第一名 帕克一家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只见詹姆斯的队伍越来越快 仿佛注入了一股莫名的力量 他们激发了全部的潜能 在荒野里尽情地奔跑 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领头犬由于过于激动 以至于癫痫发作了 詹姆斯只好把他放到雪橇上 然后队伍继续出发 而这浪费了很多时间 同时队伍里少了一只狗 后面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最后以58分钟的成绩通过了终点 比托马斯慢了整整两分钟 此时最轻松的 莫过于帕克一家 他们最终还是保住了第一名 相信今年犬舍的生意 必然会红红活活 虽然詹姆斯失败了 但他的表现 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这是一只体型壮硕的狼王 统领着一只规模超大的狼群 可惜却被一个年轻人给抓住了 乔伊找到了父亲 看到狼王的那一刻 斯坦震惊不已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儿子竟然抓到了一只狼王 这是村庄里多年未见的盛况了 斯坦毫不吝啬地夸赞儿子 接下来该举办成人礼了 查理作为塔纳那村 最受尊敬的猎人 由他来举办仪式 在乔伊期待的目光下 查理拿出了一颗狼牙 将他郑重地交到了乔伊的手上 并宣布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猎人 这一刻 乔伊感到无比的荣幸 他终于获得了村里人的尊敬 时间来到了三月的上旬 气温本应在零上几度 但一股寒流 使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度 这严重影响了帕特的计划 因为雪橇犬不适应低温环境 需要耗费主人更多的精力 在一周前 帕特一家赢得了狗拉雪橇的冠军 此时应该是售卖小狗的关键时期 可天气问题 使这件事情耽搁了 更糟糕的是 女儿考特尼怀孕五个月 不能再从事体力活了 所以照顾小狗的工作 变得捉襟见肘 为了保持狗舍的稳定运转 帕特只能冒险 寻找外人帮忙 他叫拉维尔 第一次来到阿拉斯加 看到他清秀的外表 托马斯满脸的问号 心想这家伙靠谱吗 帕特领他来到了小屋屋 这里是他的住处 但看到屋内简陋的设备 拉维尔的脸色有些难看 原来他来自城里 乡下的生活条件 他愿意试一试融入其中 可最大的问题是 他这辈子压根就没养过狗 现在要照顾五十来条狗 将会是巨大的挑战 看他笨手笨脚的模样 托马斯很无奈 只能用微笑来演示尴尬 他已经确定 这家伙是个银辣头 中看不中用 村庄的另一头 詹姆斯决定抢夺摩尔人的生意 他全心全意地照顾雪橇犬 只为了使他们充满竞争力 但除了养狗 他还有一个本职工作 多年以来 他一直是镇上最顶级的伐木工 由于寒流的意外到来 如今木材的需求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可他一个人分身伐术 所以他需要一个帮手 而年满十五岁的儿子 弗朗西斯是最佳的人选 詹姆斯把木材的生意交给了他 林场位于村庄十英米之外 弗朗西斯全速前进 只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 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雪地车突然熄火了 他打开引擎盖 试图修复故障 但他还是失败了 只能徒步回家 前些天 他就建议父亲保养一下车辆 但詹姆斯没有同意 如今出现了这个问题 父亲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几个小时过去了 詹姆斯迟迟等不到儿子归来 他欲感到事情不妙 于是开着车出来寻找 终于看到了徒步归来的儿子 带上儿子 他们重新前往了雪地车那里 詹姆斯一边检查问题 一边埋怨儿子 总是把雪地车弄坏 但叛逆期的儿子 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他认为雪地车已经行驶了7000英里 早就到了保养的时刻 听到这话 詹姆斯更加愤怒了 原来是儿子经常出去飙车 外部的磨损会这么严重 但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 修复雪地车才是关键 毕竟木材的生意 容不得耽误 回到村里 詹姆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要出售两条狗 然后买一辆新的雪地车 送给儿子 市场位于北方90英里之外的曼尼温 来回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 第二天 随着太阳升起 詹姆斯开着一辆新的雪地车回来 弗朗西斯很高兴 现在他浑身充满了动力 迫不及待地出去砍柴了 忙碌了几个小时 总算完成了父亲的木材订单 但他没有闲着 而是挣起了外快 目前一堆木材的价格 已经涨到了400美元 而镇上最大的客户是自来水厂 查理是这里的负责人 他笑呵呵地看着 这位年轻人忙前忙后 这个问题很有趣 查理的回答 令弗朗西斯如遭雷批 正常都是获到付款的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父亲竟然坑了他 现在他要去找父亲谈判了 回到家 他直接跟父亲要钱 詹姆斯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亚根就没有卖狗 而是跟查理要了 所有木材订单的预付款 因为他知道 儿子必然会去接水厂的订单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弗朗西斯很郁闷 闹了半天 原来是自己承担了所有 而且以后还得继续打工 现在他是敢怒不敢言 但他暗暗发誓 长大后 一定要离开这个家 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心情平静下来的乔一 陷入了繁忙的工作中 此时是三月上旬 右部季节即将结束 他与父亲斯坦 准备关闭林中的猎人小屋 两人已经行进了一个小时 雪橇犬却突然停了下来 如今斯坦已是63岁的高龄了 而大部分雪橇犬也已经老去 使得狗队的力量开始减弱 特别是领头犬落脯 因为肩膀受伤 只能躺在地上休息 最后斯坦把他放到雪橇上 然后队伍继续出发 乔一嫌附近太耽误时间 决定先行抵达目的地 经过几个小时 斯坦来到了一处河边 这时托兹河已经有了融化的趋势 他用树枝测量冰层的厚度 感觉情况很不妙 但是到如今 他也别无选择 只能冒险尝试 随着一声令下 雪橇犬们全速冲了出去 他们的智商很高 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每条狗都卯留了力气 可惜这里的积雪太厚 导致雪橇的速度慢慢地降了下来 而意外也随之到来 雪橇翻车了 斯坦瞬间掉入水中 吓得摄影师急忙跑得过去 斯坦大声呼叫 重新启动了狗队 在众狗的努力下 雪橇连带着斯坦 成功脱离了险境 直到上岸的那一刻 斯坦依然后怕不已 他的小命差点交代在这里 得亏有了这些忠实的小狗 这就是他一直坚持 使用雪橇犬的原因 如果刚才骑的是雪地车 恐怕他已经凶多吉少了 距离村庄40英里的地方 有一座临终小屋 乔伊已经抵达了这里 并将炉子点燃 他一边等待父亲 一边充满了担忧 就在他望眼欲穿的时候 终于听到了狗叫声 接着大门就被推开 斯坦顺势走了进来 看到他的裤脚湿了 乔伊赶忙询问缘由 斯坦将自己的遭遇讲了出来 乔伊在心惊之余 忍不住怪罪起来 父亲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做事还能如此草率 由于夜晚的气温太低 工作只能等明天再说 第二天 两人开始关闭木屋 如果不处理 夏天熊就会把它拆掉 为了可持续发展 他们要把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 斯坦将驱雄液体涂抹在四周 再把窗户封住 经过几个小时的网路 他们终于关闭了小木屋 接下来该回家了 但气温已经攀升到了零度以上 托兹河的融化正在加剧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险恶的困境 经验丰富的斯坦 决定另寻一个出路 他穿过树林 来到了河边 发现这里的情况更加糟糕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从原路返回了 经过一段时间 两人抵达了河边 这里就是斯坦差点掉下去的地方 他再次检查冰层的情况 乔伊则在岸边为其护震 果然冰层变得更薄了 只是轻轻一碰 就塌下去了一大块 而旁边的部分 情况也不明朗 但两人必须得穿过这里 才能顺利回家 乔伊决定打头震 他家大油门 雪地车犹如利剑一般冲了出去 斯坦的雪橇队 则紧随其后 也许是这股气势 带来了好运 两人竟然安全地穿过了河面 上岸后他们停下来休整 两人相视一笑 生活在阿拉斯加 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赌命市场有的事情 而这次他们又赌对了一次 接下来他们顺利地回到了村庄 随着新一轮太阳的升起 时间也来到了第二天 斯坦正在修理一辆坏掉的雪地车 却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 每天飞往卡纳那村的航班只有一次 而这个飞机并没有在日程表上 说明这是一个坏兆头 斯坦眉头紧锁 也许村庄里发生了一件紧急的医疗事故 他急忙赶过去 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斯坦是镇上消防志愿队的队长 来到办公室 他拿出对讲机 里面传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养狗人帕特的妻子洛林 正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 他突然晕倒了 需要紧急送往医院 这个男人好变态 对着小狗的后门不断地抚摸 虽然小狗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但画面实在是难以启齿 随着挤压 一股液体喷涌而出 空气中瞬间弥漫了一股蓝纹的味道 原来这是小狗的线体 位于肛门的周围 为了保持小狗的卫生盒舒适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得帮忙清理线体 但这是一项非常恶心的工作 帕特和托马斯都不愿意亲自操作 于是他们把这项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新人拉维尔 谁让他是卑微的打工人呢 拉维尔很苦恼 来的时候可没说要干这种活 但他是敢怒不敢言 为了保住这份工作 他只能忍着恶心感 为这些小狗清理线体 也许是上天怜悯他 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雪 帕特决定 趁此机会 教拉维尔如何驾驶雪橇 托马斯告诉了他一些注意事项 让他抓紧雪橇 然后托马斯启动了雪地车 拉维尔则被拖拽着前行 由于速度太快 雪花打在脸上 有种火辣辣的疼痛 他都没办法睁开眼睛观察 再加上气温已经降至零下30度 拉维尔有种想哭的冲动 这份工作太难了 就在他坚持不住的时候 托马斯总算回到了原点 并且毫不吝啬地夸赞他 这让原本委屈的内心 注入了一股新的温暖 拉维尔忍不住露出的笑容 他感觉这份工作还不算太糟糕 休息过后 该进行今天的训练课了 要想保持雪橇拳的强壮 每日的训练不可或缺 特别是竞争对手詹姆斯 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所以帕特丝毫不敢大意 可是看到新人拉维尔 笨手笨脚的模样 他就忍不住火冒三丈 等准备妥当后 托马斯驱赶着雪橇队出发了 从黎明开始就在不停地工作 拉维尔感觉疲惫极了 可他刚坐下来休息 帕特就用阴沉的眼神看着他 资本家的剥削 没有停止的时候 他的女儿考特尼过来了 再次要求拉维尔忙碌起来 等备好了小狗 考特尼也出发去训练了 拉维尔总算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他要去喝一杯 但这个举动让帕特非常不满 这个员工真是太懒了 他就不能无时无刻地忙于工作嘛 不是去喝水 就是去拉屎 真是受够了 考特尼已经遛完狗回来了 可惜拉维尔并没有在原地等待 这让他非常的不满 双方的矛盾正在不断地加深中 这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区别 他们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对方 时光流逝 塔纳纳村进入了四月 气温终于上升到了零度以上 此时是狩猎大额的时候 但帕特无法参与这项活动 因为他的妻子正在住院 几天前 洛林被直升机送到了医院 病情很不乐观 帕特需要陪着他 但养狗事业 如今面临着詹姆斯的威胁 稍不注意 就有可能满盘皆输 虽然新人拉维尔很不靠谱 但如今也别无选择 只能把狗舍托付给他了 临危受命的拉维尔 只感觉头皮发麻 以前他只养过两只猫 如今却要照顾50只小狗 这不是抢人所难吗 可他也没办法拒绝 只能募送帕特离去 在安克雷奇 帕特和女儿考特尼 正在与主治医生交谈 原来洛林的动脉瘤 已经达到了4级或者5级 需要动手术才能治疗 但风险非常大 成功率只有20%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让他们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留在家里的拉维尔 陷入了混乱的工作中 他要带小狗的训练 可由于绳子没有套紧 有一只小狗撒腿就跑 拉维尔大声呼叫 可并没有换来他的回头 这下事情麻烦了 他弄丢了一只小狗 现在得去把他找回来 但关键时刻 雪地车无法启动了 因为他忘了给雪地车加油 现在只能依靠狗拉雪橇了 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单独行动 由于经验不足 拐弯的时候翻车了 在骂骂咧咧中他继续出发 如果找不到小狗 帕特绝对会撕了他 而此时的帕特 正在焦急地等待 洛林经历了8个小时的手术 现在人还活着 但处于药物昏迷状态 直到他苏醒 才能知道手术是否成功 回到城里 拉维尔依然在寻找丢失的狗 虽然跑出去了很远 但还是没有任何迹象 拉维尔心急如焚 一旦小狗遭遇了野兽 那就凶多吉少了 寻找了几个小时 什么都没有发现 拉维尔只能无奈放弃 他开始考虑要收拾东西跑路了 但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的时候 他却看到了小狗 自己回来了 真是虚惊一场 拉维尔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远在300英里之外的安克雷奇 两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最后医生带来了一些消息 患者已经苏醒 并且恢复了正确的意识 可还得在医院 继续治疗两个月的时间 听到这个消息 两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春天来了 意味着漫长的冬季终于结束了 这几个月来 村民都不敢大口地吃肉 只为了合理分配食物 但如今有望改善一下伙食 因为迁徙的大宴要来了 几个世纪以来 当地的阿萨巴斯坎人 都将鹅肉作为主食 特别是在节日和宗教仪式上 都会分享鹅肉 去年大鹅的迁徙 只持续了五天时间 导致村民的收获不是很多 今年他们摩拳擦掌 特别是年轻的普朗西斯 今年他已满16岁 猎鹅是成为男人的一大步 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很久 为了提高成功率 他要寻求帮助 乔伊是年轻一代最优秀的猎人 今年他成功狩猎了一只狼王 因此声名大噪 彻底巩固了精英猎人的地位 听到小老弟的请求 乔伊决定给其上一场特训课 迁徙的鸟类能飞2000英尺高 时速能达到40英里 训练的第一课 是要命中移动的靶子 乔伊负责扔叠盘 弗朗西斯在瞄准射击 可惜前两次都没有成功 他很少使用狭弹枪 这与普通的步枪大不相同 乔伊鼓励他 要慢慢来 集中注意力 心态平稳下来的弗朗西斯 终于在第四枪命中了靶子 这让他重拾了信心 接下来他是越战越勇 连续命中了目标 看到徒弟优秀的表现 乔伊也是感同身受 说明这趟训练很有效果 第二天的清晨 可以看见灵星的几只大鹅 意味着 迁徙的部队马上就要到来了 村民们争先恐后的出发 目的地位于25英里之外的渔湖 按照传统规定 狩猎地点是先到先得 以往查理都是第一个抵达 但今年不能如他所愿 因为他不靠谱的儿子 鲍博迟到了 自从去年冬天 查理逼着鲍博下水 寻找铁稿的事情发生后 鲍博就开始叛逆了 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随着太阳升起 作为高速公路的冰洞河流上 出现了许多坑洞 这对雪地车的出行 是巨大的隐患 而鲍博的爽约 让查理越发的愤怒 在村庄的另一侧 乔伊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发了 可父亲斯坦并没有做好准备 连续两年 斯坦都拖慢了乔伊的脚步 这让他非常的不满 这个固执的小老头 今年依然要带着雪橇犬出行 乔伊已经无力吐槽了 但由于沿途的危险性 他们必须得结伴同行 所以即使有太多的不满 乔伊依然得等待父亲同行 在心急如焚的等待下 斯坦终于可以出发了 但这笔预定的时间 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另一边 查理以为鲍博还没有起床 实际上 他正在忙着砍柴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季 家里的木柴已经见底了 最近一段时间 鲍博一直在思考 是继承祖先的传统 还是去城里寻找财富 而今天的砍柴 就是为了坚定自己的内心 他想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了 就在查理等得不耐烦的时候 鲍博终于姗姗来迟了 见面的那一刻 查理忍不住抱怨起来 父亲的态度 让鲍博非常的失望 他只是想弥补过去的错误 却没想到 事情会变得更加糟糕 争吵过后 两人终于出发了 等抵达了目的地 才证明父亲的愤怒是正确的 因为大部分的狩猎地点 都被其他人杰族先登了 同样难过的是斯坦父子 两人已经寻找了半个小时 可迟迟没有看到好的位置 而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两个家庭竟然同时 找到了同一个位置 但这里只能容纳两个人 所以双方面面相去 沉默过后 查理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想用竞赛的方式 解决归属问题 斯坦同意这个方案 但乔伊并不认可 这又不是打合 他不想浪费时间 与其在这里儿戏 不如转身去寻找下一个狩猎点 看到儿子不配合 斯坦只能独自上阵 比赛正式开始 年轻的鲍博率先出场 他命中了五个叠盘中的三个 接下来轮到斯坦 老猎人的枪法 果然精准的好多 第一枪他就打中了叠盘 最后一共命中了四个 最后轮到查理出场 他需要百发百中 才能击败斯坦 重压之下 查理状态全开 他是越战越远 最后全部命中了目标 不愧是老牌的精英猎人 这个位置被他拿下了 乔伊怒骂了一声后 跟随父亲离开了 在塔纳纳村 詹姆斯还没有出发 他知道此刻的鱼湖全是猎人 所以他准备去另一个狩猎点 一个称为撕破十字路口的地方 距离只有鱼湖的一半远 但那里是沼泽地 充满了危险 去年他的表弟乔治 就在猎娥回来的路上淹死了 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 他不同意弗朗西斯跟随 这让儿子非常的伤心 准备了这么久 却没有他的用武之地 可父亲的命令他无法拒绝 只能灰溜溜地回家 经过一段时间 大鹅的身影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 詹姆斯也即将抵达目的地 但这段路程也是最凶险的部分 他完全是在拿生命作为赌注 好在最后他安全地到达了地方 开始等待鹅群的出现 最幸运的人 落过于查理父子 等待了一会儿 天边出现了一大群的大鹅 他们有望成为第一个幸运儿 一群大雁飞来 男人站起来就设 可惜偏出了不少 这让他的父亲查理愤怒不已 传统的狩猎是需要严肃对待的 而鲍博明显是心不在焉 父子俩再次爆发了争吵 一怒之下 鲍博又一次撂挑子了 他要离开这里 查理让他负责整理营地 在撕破十字路口 詹姆斯正卖力地呼唤大鹅 他的身情换来了回报 几只大鹅飞过 被他一枪命中了一个幸运儿 而好运还在后头 只见一大群的大鹅结伴而来 这让詹姆斯目瞪口呆 都不知道该打哪个目标了 他把心一横 冲着鹅群就是一枪 直接打下来一只大鹅 随后他是火力全开 轰轰声不断地传出 而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百 这是他最近几年最好的表现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这里跟无人区一样 没有其他的猎人与他竞争 导致这些大鹅放松了警惕 去年乔治还在旁边陪他打猎 今年就空无一人了 曾经与他一起打猎的人 如今都不在了 詹姆斯不禁唏嘘不已 生活在阿拉斯加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到达 感慨过后 他要带着今天的收获回家了 在鱼湖 斯坦和乔伊终于找到了一个狩猎点 可惜这里的位置不佳 他们还没有任何收获 即使偶尔有大鹽飞过 但由于飞得太高 依然难以命中 连续的失利 让乔伊暴躁不已 再加上这里的遮蔽物太巧 两个大男人挤在一起 非常的难受 尝试了多次后 乔伊想要单干了 他让父亲早点回家 思考再三后 斯坦接纳了这个建议 虽然单独行动会非常危险 但儿子已经长大了 是时候让他独当一面了 为了证明自己 乔伊重新布置了幼儿 并且打造了一个更小 更好伪装的盲罩 曾经阿萨巴斯坎人 就是采用这种遮蔽物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大雁飞来 很快夜幕降临 一夜无话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乔伊正在翘首以盼 他需要证明自己 有养家糊口的能力 也许是祈祷发挥了作用 时间不长 天边就出现了几只大鹅 乔伊站起来就射 只见一只大鹅快速地迫降 可他没有理会 而是继续瞄准其他目标 枪升过后 一只大鹅直直地掉落下来 乔伊做到了眉开二度 这一刻 他的心情无比地激动 一番射击过后 他已经收获了很多只大鹅 这些足以证明了自己 现在他要带着肉回家了 希望父亲能够开心 在渔湖的另一侧 查理依然在狩猎大鹅 他的枪法非常的精准 每次鹅群飞过的时候 必然要留下一两只幸运儿 可他捡起大鹅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 河水竟然蔓延到了冰面上 这是非常不好的迹象 说明熔冰的速度很快 为了安全起见 他必须得尽快离开 于是他家大马力 第一时间赶往了营地 可鲍勃并不在这里 而且也没有拆除营地 这让查理很愤怒 如果他独自收拾营地 时间必然要持续到半夜 他已经受够了儿子的不靠谱 恨不得立刻抓住他 狠狠地教训一顿 在塔纳大村 16岁的弗朗西斯 被父亲放了鸽子 他无法参与猎鹅行动 心中满是委屈和不甘 詹姆斯明白儿子的心情 于是回村的第一时间 他就找到了儿子 撕破十字路口非常的危险 不值得你用生命来冒险 明年我们去相对安全的渔湖 父亲的解释 终于打开了儿子的心结 两人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在塔纳那村外 30英里的地方 查理一边收拾营地 一边怒骂儿子 鲍勃昨天答应要做这件事情的 结果现在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为了惩罚儿子 查理把鲍勃的行李挂在了树上 然后驱车离开了 并且暗暗发誓 如果儿子不想继承这份组业 那就随他去好了 等他回到家 推开门的那一刻 看到儿子果然在家里 查理的愤怒直冲脑海 儿子正中了鲍勃的下怀 他早就想离开这里了 只是一直下不了决心 另一边 乔伊打猎回来 带来了13只大鹅 足够全家人享用一个月 看到儿子的大丰收 斯坦也是异常的欣慰 儿子果然蜕变成了最顶级的猎人 父子俩相视一笑 他们的关系越发地融洽起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查理父子 优柔寡断了几个月的鲍勃 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里 但在走之前 他要向詹姆斯寻求建议 因为詹姆斯曾经离开过村庄 他从高中毕业后 去城里念过大学 听了鲍勃的请求 詹姆斯推荐他去普拉德霍湾 那里是北坡油田的所在地 技术工人的年薪可达十万美刀 如果想赚钱 那里是第一选择 同时鲍勃已经拿到了 操作重型机械的证书 那里也许就是他的归宿 有时候离开 也意味着成长 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猎鹅行动 以完美的方式收官 每位村民都是满载而归 但5月初的阿拉斯加 迎来了糟糕的天气 往年这个时候 玉空河和塔纳纳河应该解冻 允许船只通行 但今年遭遇了一个 异常寒冷的春天后 河面依然被6英寸厚的冰层覆盖 村民无法出去打猎 只能被困在村庄里 而这带来的后果 不仅是限制了出行 更有可能引发洪水 在2009年的时候 就爆发了一场特大的洪水 直接摧毁了塔纳纳村 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修复船只的乔伊 感觉有些恶 他准备煮一只鹅 可眼前的一幕 让他火冒三丈 他的冰柜被推倒在地 里面的东西散落在四周 塔纳纳村的居民 会把冰柜放在室外 只为了冬季可以节省电费 但在春天 他们就会暴露在捕食者面前 从冰柜上遗留的爪印来看 凶手是一只黑熊 一般情况下 野兽是不敢潜入村庄里 除非是他们恶极了 才会冒险形势 这都是冰冻造成的后果 因为熊没办法从河里捕鱼 乔伊要把黑熊出没的消息 告诉给父亲 另一边 查理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按照以往的经验 今年爆发洪水的概率非常高 因此他要把一些物品 转移到高海拔地区 所以他需要儿子的帮助 可鲍柏有自己的打算 他要离开这里 前往北坡油田工作 他已经受够了父亲的虚导 在走之前 他要和父亲告个别 可查理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忙 等度过这次的难关再走不迟 虽然鲍柏恨不得立刻离开 但他明白 此刻家人需要他 所以思考再三后 他决定留下来帮忙 在安克雷奇 洪水即将来袭的消息 传递到了帕特和考特尼的耳边 虽然妻子需要照顾 但帕特不得不赶回家里 养狗的生意 离不开他 但这就意味着 他与妻子可能要生死两格了 因此帕特的心情很糟糕 在塔纳纳村 斯坦也在密切关注洪水的情况 同时每年的春夏 是训练雪橇犬的时机 就在他要带雪橇犬出去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条狗 他正断了铁链跑掉了 雪地上还残留了一些血迹和毛发 斯坦的心瞬间沉入谷底 因为他看到了一道拖拽的轨迹 可能是熊来过了 斯坦拿上一个猎枪 沿着痕迹的方向追了过去 最后在树林里 找到了那条狗 但他已经被咬死了 而且内脏也被吃光了 这让斯坦怒火中烧 雪橇犬不仅是宝贵的财富 更是陪伴多年的家人 如今惨死在这里 他一定要让这只熊 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在这时 儿子乔伊过来了 将黑熊出没的消息告诉父亲 结果发现来晚 黑熊已经袭击了家里的一只狗 乔伊在惋惜之余 一股股的怒气不断地飙升 他们无法接受更大的损失 由于一年的狗粮都挂在外面 黑熊还会回来的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临时的报警器 首先是把鱼竿转移到一起 再用铁皮盖住四周 一旦熊光顾这里 就会发出很大的噪音 在村庄的另一侧 帕特终于回来了 他第一时间 找到了菜鸟训练师拉维尔 询问小狗们的情况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由于帕特的房子 距离河边只有几十米远 如果爆发洪水 他的房子必然会受到冲击 通过测量 帕特意识到 目前的情况很不容乐观 上次爆发洪水的时候 帕特家的狗场就被完全摧毁了 他不想再经历这样的惨剧 所以他们要把东西 尽快转移到高处 为此他喊来了儿子托马斯 首先他们要把岸边的木头挪走 这些木头价值500美刀 所以万万不能失去 但看到托马斯和拉维尔 笨手笨脚的模样 帕特就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妻子住院的关系 让他的脾气变得更加的暴躁 每说一句话就会抱一句粗口 托马斯和拉维尔 只能在胆战心惊中 默默地干活 到了下午时分 气温进一步升高了 水位也正在逐步地提升 与此同时 斯坦准备提醒附近的村民 关于黑熊闯入的事情 以免造成人员损伤 结果在路上 他们有了意外发现 前方出现了一只黑熊 但听到汽车的轰鸣声 他快速地跑掉了 父子俩不敢贸然追踪 因为躲藏起来的黑熊 非常的危险 而他逃跑的方向 正是詹姆斯的家 这下糟糕了 詹姆斯的家里 也养了很多雪橇犬 现在他们危险 雪橇犬遭到了黑熊的袭击 内脏都被吃光了 怒火中烧的主人 到处寻找黑熊 可黑熊穿过树林 跑向了詹姆斯家里 两人驱车赶到 向詹姆斯讲述了这个情况 听到黑熊闯入的消息 詹姆斯脸色顺变 他院子里养了很多只雪橇犬 对于可怕的黑熊来说 他们都是可口的点心 气温上升到了零上二十度 加快了熔冰的速度 在塔纳那村的上游 三百二十英里的地方 一个称为英镇的村庄 成为了突然决堤的牺牲品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且这种灾难 正在往下游快速地蔓延 距离塔纳那村并不遥远 村民代表聚集在一起 共同商讨应对的方案 当地的副警长马克 主持本次的会议 他首先划分了几个 需要搬家的区域 在规定的时间内 需要他们尽快转移 然后成立一支搜救队 如果洪水爆发 他们要进行搜索和救援 等会议过后 大家就开始忙碌起来 塔纳那村拥有两百多位村民 大多数都居住在离岸边 不到一百米的地方 所以他们不仅要转移村民 还要把贵重物品一起带走 这是一次浩浩荡荡的行动 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 村庄里有二十多辆汽车 全部出动了 由于工作量太大 导致汽油的消耗成倍的增加 查理过来加油 却看到了糟糕的消息 加油站的油缝坏了 今天无法提供汽油 而这里是村庄里唯一的加油站 查理感到头皮发麻 如果汽车无法启动 转移的事情必将耽搁 等待他们的 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事到如今 查理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他要试着修理故障 看看是不是管道冻住了 查理倒过了一阵后 重新打开了开关 可惜并没有液体流出 他看到显示器上是正确的 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只能拆开机器 进一步寻找故障 而过来排队加油的汽车 事情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 查理越发地急迫起来 经过一番操作 他把水泵拆了下来 准备拿回家检查一番 而洪水正在快速地逼近 留给村民的时间不多了 政府官员乘着飞机过来 他们对河流进行测量 并督促沿河的居民尽快转移 帕特作为村庄的代表 负责指导这些官员 并协助他们的工作 帕特将上游的地形分布 详细地讲解给他们 官员邀请帕特一起飞行 查看洪水蔓延的情况 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场景 帕特感到心惊肉跳 希望洪水不要危害到村庄 与此同时 斯坦来到塔纳纳村的最低点 这里坐落着一个圆圈式的房屋群 洪水最有可能摧毁这里 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 他们决定将房屋搬到高处 可这并不是轻松的事情 幸好有大铲车 才能将房屋一点点地挪动 在村庄的另一侧 詹姆斯要把狗窝搬到高处 就在他转移狗粮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急促的狗叫声 詹姆斯忍不住环顾四周 结果看到了一头可怕的黑熊 他立马扔下了鲑鱼 然后端起来一支步枪 可等他上好了堂 黑熊已经不知所踪了 詹姆斯不断地搜寻 终于再次看见了目标 他果断地开枪了 黑熊应声而倒 詹姆斯等待了一会儿 确定对方没有动静后 他才缓缓地走了上去 并拿木棍捅了捅 看到黑熊没有任何反应 他才放松了下来 这支危害村庄的祸害 终于被他给干掉了 詹姆斯感到一阵的高兴 另一边 查理带着最后的希望回来了 他把气泵的过滤器清理了一下 重新组装后 再次启动了机器 这次终于有汽油冒了出来 每个车辆都在快速地补充燃料 然后继续投入到搬家的工作中 在大伙众志成城的努力下 搬家的进度 正在肉眼可见的完成中 虽然灾难无情 但他无法摧毁充满信念的人类 因为人并胜天 随着一天的结束 村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 同时帕特带来了最新的情况 洪水距离村庄只有20英里了 预计几个小时后抵达 村民不知道夜晚的情况会如何变化 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静静地等待 决定塔纳那村命运的时刻 詹姆斯一枪打死了一头飞雄 保护了家里的雪橇拳 这本应是高兴的事情 可他却兴奋不起来 因为洪水马上要抵达塔纳那村了 大自然的灾害 远不是人类可以抗争的 村民除了观望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河面上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冰块 岸边的薰鱼屋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 只是短短的几秒钟 它就被摧毁了 就在村民着急万分的时候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下游的冰块正在快速地移动中 浙江极大的缓解塔纳那村的压力 看到灾难正在一步步地远离 村民都有中地感到高兴 虽然危机解除 但村民们还要面临着数天的艰辛工作 他们需要把物品搬回原地 第二天 河面上依然残留了一些冰块 但查理父子顾不上个人的安危 因为家里的冰柜已经空了 他们需要捕鱼来维持生计 两人正在寻找下往的理想位置 虽然鲍勃早就想离开这里 前往北坡油田工作 但现在父亲非常依赖他 这让鲍勃很纠结 他担心自己根本走不了 很快他们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 凭借多年的经验 查理断定这里一定会带来惊喜 鲍勃将绳索绑在岸边的树上 然后随着船体的移动 一点点地将鱼网洒入水中 最后再把固定用的时候抛下去 鱼网就算设置完成了 等明天再过来检查 在塔纳纳村 帕特带着两位帮手 正在把狗舍搬回自家大院 他的养狗生意 目前受到了詹姆斯的威胁 为了稳住市场第一的份额 他不能出任何一点差错 拉维尔12月份来到了这里 虽然已经干了两个月 可他依然没有学会如何聪明地工作 而帕特还有一堆烦恼的事情需要处理 他的妻子依然躺在医院里 女儿需要时刻照顾他 帕特想赶去医院 但靠这位菜鸟助理 很难打理整个狗舍 所以他聘请了另一位工人 这个消息让拉维尔很紧张 很明显 他要与新来的工人竞争岗位 因为未来这里只需要一位助理 但听说来的是一位23岁的女士 单身多年的拉维尔 瞬间心花怒放起来 他希望这位长得足够漂亮 看到他前后态度的转变 帕特感到一阵的无语 他有点担心 这是一次错误的决定 随后他驱车前往了机场 来自新西兰的助理 梅根哈里斯准时抵达 看到对方亮丽的外表 帕特有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外地人往往对阿拉斯加 抱有一种浪漫的想法 因此有些年轻人 会头脑发热地来到这里 但现实会狠狠地打击他们 帕特不希望梅根也是这样的人 等回到家 他开始到处介绍 而梅根已经傻眼了 虽然他去过不少第三世界的国家 但阿拉斯加是第一次来 本以为这里属于美国 会相对繁华一些 却没想到现状 与印度的村庄类似 随后帕特介绍了拉维尔 但他表现出了一副高冷的不样 这对涉事不深的女孩子 将是致命的诱惑 而他的如意算盘 也以另类的方式实现了 不是因为他有多帅 而是因为他太臭了 熏得眉根直皱眉头 他不知道日后该如何相处了 虽然帕特着急前往医院 但他得保障狗舍的安全 因此他强调了注意事项 夏天需要格外小心豪猪 豪猪身上带着三万根刺 如果尖刺被小狗吸入嘴中 他会扎破内脏 最终导致死亡 所以看到豪猪的那一刻 就要直接开枪打死他 帕特拿出了猎枪 准备测试助手们的枪法 他把诱饵放在十米开外 然后把猎枪交给了梅根 并扶导了他注意事项 随着一声枪响 梅根打偏了很多 接连几枪 更是偏得离谱 拉维尔忍不住暗暗嘲笑 这个姑娘的枪法太臭了 他要给其上一刻 在女孩的注视下 这让梅根忍不住惊呼出声 随后他开始练起了枪法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刻 帕特去了安克雷奇 把狗舍交给了两位新人 比起潜在的威胁豪猪来说 梅根更在乎同伴的卫生问题 虽然他提出了建议 但拉维尔毫不在意 他亚根没有洗澡的想法 于是梅根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想通过射击比赛的方式 让失败的人答应对方一个要求 如果他赢了 拉维尔必须得去洗澡 这个要求 让梅根哭笑不得 再看到拉维尔自满的表情 他暗暗偷笑 真是个无趣的直男啊 双方开始了比赛 由梅根率先出场 他瞄准后 一枪打倒了膀子 这出乎意料的表现 让拉维尔直接傻眼 接下来轮到他出场了 他瞄准后开枪了 可惜打高了一些 比赛最后以梅根的胜利而结束 他感到兴奋极了 这种乡下生活 比想象中要好玩多了 可这个邋遢的男搭档 破坏了他的心情 他竟然以修复狗窝为理由 拒绝执行命令 于是鬼灵精怪的梅根 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接了一桶水 然后找个理由 把拉维尔骗去屋里拿东西 他则趁机爬到了屋顶上 等拉维尔出来的那一刻 一桶水直接浇在他身上 拉维尔感觉很无语 现在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 根本忙不过来 这个姑娘却把这里当做了度假 看来距离他被遣送回家 已经不远了 在塔纳那村 斯坦正在准备传支 他计划前往捕鱼营地 位于村庄以北20英里的地方 不知道经历了洪水后 营地是否还在 21岁的女儿凯特 刚刚从大学毕业 他要帮助年迈的父亲 修复洪水带来的损坏 可传之行进到一半的时候 斯坦就意识到了糟糕的事情 这里的水位太高了 岸边其他居民的熏鱼屋 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好在渔轮车是安全的 幸好这里的地势较高 营地并没有遭到破坏 斯坦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过一番检查后 他发现房屋有些破旧不堪 也许是时候重建了 镜头回到村庄 詹姆斯没有时间修复 洪水造成的破坏 因为他有更加急迫的事情要做 几个世纪以来 村民们会采集福墓作为柴火 这种省时又省力的方式 讲究先来后到 所以詹姆斯要尽快行动 将这些无主的福墓收集起来 为了提高效率 他需要儿子弗朗西斯的帮助 可面对他的请求 儿子竟然说了个不字 原来进入青春期的儿子 已经不愿意被人随意摆布 每次他都会帮助父亲 可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报 父子俩的矛盾 正在越演越烈 另一边 斯坦回到了村庄 准备拿一些装备 但在这之前 有件事情他需要儿子的帮助 他想让乔伊去采集一些福墓 乔伊欣然同意 身为长子 这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说干就干 乔伊打算逆流而上 尽快抢占有利位置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詹姆斯 这是一位可怕的竞争对手 可惜小船突然抛锚了 乔伊试图重新启动 但发动机的声音 听起来不太妙 感觉是活塞爆裂了 没办法 他只能用木槳来划船 等来到岸边 他把船绑在旁边的小树上 然后等待其他村民路过 由于弗朗西斯不愿意帮忙 詹姆斯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查理过来了 两人视同病相连 因为儿子都很叛逆 调侃过后 詹姆斯要去捡木头了 在村庄的另一侧 弗朗西斯有自己的计划 他试图修复这艘破旧的小船 可由于工具不足 他只能用贴纸来粘住缺口 希望能够坚持30分钟 然后利用几根滚木 将小船一步步地拉到河里 等他去拿一个邮具回来 发现小船上已经渗满了水 这结果出乎他意料 他只能费力地把船 重新拉到岸上 而比这更糟糕的是 他竟然看到了父亲 詹姆斯在寻求帮助卫国以后 只能带上10岁的儿子麦克 却意外撞见了弗朗西斯 看到儿子背着自己要创业 詹姆斯忍不住挖苦起来 场面甚是尴尬 镜头来到查理这里 他要与鲍伯去检查 昨天设置的渔网 由于一个冬天 都没有享用到新鲜的鱼 这让他非常的期待 可现实却给了他狠狠的一击 原来渔网不见了 两人面面相去 一张渔网价值数百美刀 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损失 于是两人沿着下游寻找起来 同时查理埋怨儿子 连个绳子都绑不好 这让鲍伯很郁闷 他真的受够了父亲的牢道 在更上游的地方 詹姆斯正在不断地收集木头 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是把十岁的迈克留在了家里 自己独自出来工作 这个时候 他很想念弗朗西斯的帮助 而他这个宝贵的儿子 此时在岸边 正拿着钩子来掉河里的木头 想要创业的心 让他无所畏惧 向北20英里的地方 乔伊被困在这里 已经有7个小时了 他变得焦虑不安 因为没有食物 没有避难所 夜晚会变得非常煎熬 就在他要绝望的时候 终于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他用力地挥舞加克 可对方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于是乔伊冒险爬到了半山腰上 看着脚下垂直的悬崖 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他强压内心的恐惧 找了一个安全的位置 坐了下来 接下来又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另一边 詹姆斯带着一些葡木回来 经过一天的努力 他收集了50根原木 而弗朗西斯只采集了三根 对于这个好高骛远的儿子 而乔伊依然被困在原地 他越发地急迫起来 因为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查理父子终于找到了丢失的渔网 只见上面网住了一些鱼 这让查理很兴奋 他隐约嗅到了鱼肉的香气 可惜就是数量太少了 而在下游5英里的地方 乔伊被困在岸边 已经有18个小时了 他现在是又可又饿 心中的绝望 犹如绝地的洪水一般 不断地袭来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马达的呼呼声 乔伊立马站起来挥舞 这可能是他唯一的希望 船上正好是查理父子 眼尖的鲍勃 一眼就看到了一个人 他们驱船靠近了岸边 原来是乔伊 他已经泪眼汪汪了 虽然他获救了 但心情依然很失落 由于这场意外 让他错失了捡木头的好时机 不知道该如何向父亲交代 在下游10英里的地方 乔伊的父亲斯坦 正在捕鱼营地 检查鱼轮车的情况 在过去的30年里 他一直使用鱼轮车 但最近几年 鲑鱼的捕捞越来越糟糕了 导致很多村民 已经放弃了鱼轮车 今年斯坦是唯一一个 还在使用的村民 但想要把这个 三吨重的庞然大物放进水里 可不是轻松的事情 幸好有女儿凯特帮忙 鲑鱼的回游具有集体性 它们会成群结队的游动 每次持续6个小时左右 所以哪怕错过一次回游 也是一场灾难 再加上今年 河水解冻的有些晚 留给它们的时间并不多 把鱼轮车放进水里 只是第一步 而最危险的过程是定位 由于此时的水温 只有零上十度 如果不小心掉入水中 将是致命的危险 他主妇女儿要小心谨慎 结果意外还是发生了 凯特一脚踩空 直接掉入水中 瞬间不见了身影 急得斯坦大夫小叫起来 幸好凯特的身性很好 他很快就服了上来 在斯坦的帮助下 最后成功回到了船上 由于全身湿透 冷得他直打仗 斯坦不敢大意 因为淹死在这条河里的人数不胜数 他们第一时间赶回了营地 镜头来到塔纳纳村 养狗人帕特回来了 他的妻子进行过脑科手术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 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由于这段时间 帕特往返于医院和家里 养狗的事业 只能交给菜鸟助理 导致现在的生意一片混乱 更糟糕的是 竞争对手詹姆斯 趁着帕特不在的时候 大力发展血敲犬生意 如今对他的威胁越来越大了 在内忧外患之下 帕特越发地急迫起来 在城外五英里的地方 詹姆斯正在遛狗 这是每天要进行的训练项目 他想要趁机取代 帕特的市场地位 而血敲犬的质量 才是核心竞争力 所以他每天都在加倍努力 同时这些小狗也很争气 他们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取代帕特的地位只日可待 而此时的帕特一家 充满了欢声笑语 不只是因为妻子洛琳醒了 更是由于女儿考特尼 快要分娩了 新的成员 预计会在一个月内诞生 明天他就要前往医院报道 因此将错过母亲的回家 由于不放心家里的两个老爷们 所以他要详细地嘱咐一番 洛琳想要完全康复 最起码需要半年到两年的时间 考特尼建议 请一个临时的看护来帮忙 但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对于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 有些难以承受 因此考特尼提议 不如卖几条狗 此话一出 帕特就满脸失落起来 此时卖狗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因为大部分小狗才刚买一岁 不仅价格便宜 质量也不是很好 帕特陷入了两难之中 在上游10英里处 乔伊来到了捕鱼营地 告诉了父亲一个糟糕的消息 由于小船的发动机坏了 他是一根木头都没有捡到 看到自责的儿子 斯坦安慰了他 木柴的问题 等到冬天再去解决也不迟 镜头回到村庄 帕特找到了查理 将自己的烦恼说了出来 想听听查理的建议 凑巧的是 詹姆斯刚好路过这里 他主动凑了上来 首先村民之间是没有恶意 他们是正大光明的竞争关系 听到帕特陷入了困境 詹姆斯意识到 现在终于到了他全面进攻的时候了 第二天 鲍勃和乔伊正在给他的叔叔帮忙 由于断腿 使他无法工作 这是一份苦差事 鲍勃只想早点完成 因为他还想离开村庄 前往城市里淘金 担心越急越容易出错 他把带子弄断了 并且狠狠地打在手臂上 这下他的心态更加糟糕了 而心浮气躁带来的结果 就是带子再次抽打在手臂上 疼得他呲牙咧嘴 咒骂声不断地蹦出 同时内心坚定了一个想法 他要离开塔纳纳村 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他找到父亲 将进程的想法告诉了他 由于现在的工作很繁忙 查理希望儿子能留下来帮忙 等过段时间再说 这让鲍勃很纠结 他担心拖的时间越久 以后就根本走不了 在村庄的另一侧 考特尼准备前往费尔班克斯 卫生孩子做准备 帕特依依不舍地送别了他 少了一位得力干将 养狗事业必将会受到影响 而嗅到时机的詹姆斯 准备发动全面进攻 彻底取代帕特的市场地位 成为塔纳纳村的顶级养狗部 他要拿出全部积蓄 飞到费尔班克斯 购买一批优质的狗饲料 因为近几年 鱼味的短缺 使大部分养狗人 都在有意地降低狗舍规模 此时正好是詹姆斯的机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需要一位帮手 可15岁的儿子弗朗西斯 刚好进入了叛逆期 无法提供靠谱的帮助 所以他找到了鲍伯 今晚他会去费尔班克斯 购买商业狗饲料 希望鲍伯能把他的船 从这里开到曼利去接他 曼利镇位于东边50英里处 处在费尔班克斯与村庄之间 听到这个请求 鲍伯意识到 这是他最佳的逃跑机会 于是欣然同意 解决了后顾之忧 詹姆斯要开展第二个计划 他穿过村庄 来到了帕特家里 简单巡视了一下狗舍的情况 然后对帕特说 他想购买六只一岁的小狗 这让帕特的心瞬间沉了下来 一岁的小狗是狗舍的未来 詹姆斯这是降服底抽薪 于是他本能地拒绝了 但詹姆斯放出了绝招 他口袋里就有4500美刀 现在就可以支付 这令帕特纠结起来 因为妻子洛林的后续治疗 还需要花费一大笔钱 如果卖掉小狗 确实可以解燃眉之急 但想到这是他 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他就非常的不甘心 所以最后还是拒绝了这个建议 在上游10英里的地方 斯坦的渔轮车 已经运行了30个小时 他要去检查一番 每年他需要获取 50到100条国王龟 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 可惜里面只有几条白鱼 连一条国王龟都没有 斯坦很失望 这收获是一年不如一年 花费大力气去维护渔轮车 但收获却远不如预期 凯特建议父亲 不如关闭渔轮车 这令斯坦很难受 因为这关系着 他40年来的生活习惯 关闭渔轮车 意味着他要放弃 传统的捕鱼方式 但思考在三后 斯坦终于下定了艰难的决定 这也意味着 他愿意接受自己年迈的事实了 一切都要往前看 第二天 詹姆斯已经来到了曼利镇 身旁还有一千磅的狗粮 很快鲍勃和弗朗西斯 开着船抵达了这里 首先他们将狗粮装到船上 然后留下儿子看守 其他两人则去镇里庆祝一番 曼利镇曾在1902年发现了温泉 围绕着他 建造了很多酒吧和旅馆 成为了一个十字路口 两人进入了一家酒馆 里面热闹非凡 还有漂亮的服务员 鲍勃都看直了眼 在乡下 可看不到如此美丽的姑娘 同时还有台球可打 这比枯燥的乡村生活有趣多了 因此更加坚定了他离家的想法 所以他不准备回去了 这把詹姆斯给惊呆了 带着别人的儿子进城 结果给弄丢了 这还怎么跟人交代呢 但看到鲍勃心意已决 詹姆斯非常理解他 答应回去帮忙传话 告别了鲍勃后 他就踏上了返城 在塔纳纳村 斯坦从渔营中惨败回来 他很担心能否活过这个冬天 听到父亲关闭了捕鱼营地 乔伊感到很不可思议 他意识到 父亲是真的老了 现在开始 他要承担家里的重责 今年需要多出去打猎 他得负责养活一大家人 另一边 查理还在等待鲍勃的帮助 来的却是詹姆斯 并且带来了糟糕的消息 儿子跑路了 这让查理哭笑不得 他知道儿子的心不在这里 但没想到会跑得这么干脆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无奈接受这个现实 并且祝福儿子 可以闯出美好的未来 在塔纳纳村的机场 帕特的妻子洛林 终于从医院飞了过来 看到妻子的到来 帕特红了眼眶 虽然接下来的日子 会非常的艰难 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一家人都在 一切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他会努力改善一下现状 期待那美好的一天